大家好,我是韩练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经济 何谓一个经济体 为什么经济会慢慢的成长 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会开始衰退 它有一个周期 Lesson No.1 群劳可以致富 第二,知识和经验会致富 第三,创新可以致富 在这个经济活动里面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就是consumer,消费者 另外一个就是producer,生产者 所以consumption,消费和production都很重要 这两个要达到一个平衡 当一方有spending 就是另外一方的income 当consumption增加了 production也要跟着增加 因为spending增加 income也会增加 这样大家就越来越富裕 第四个Lesson 好的债务可以致富 经济会成长 那么经济会不会衰退 钱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 这两个的速度呢 肯定钱的速度比较快 当钱的数量增加了 但是产品和服务的数量 没有跟着一样的速度增加 或者只是增加一点点 东西就会越来越贵 这个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 怎么控制呢 把利息增加 所以当利息提高的时候呢 经济活动就会放慢 第二呢 就是政府政策 一样的钱 但是产品增加了 所以就是东西会变成便宜 所以接下来房产很可能开始下降 第三个原因 人性 支付了到一个顶点呢 我们就会想要讲享受了 人们想到了这个接待 接待哦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利息 你的利息的增加 比你的生产率的增加还要快 你就会发现你的债务越来越多 接下来我们的income service不到我们的loan 这时候就会发生大片的default 市场上就会出现一片的倒闭潮 所以整个经济就进入大萧条 一个人要支付 一个公司要支付 一个国家要支付 离不开刚才我说的那几项公司 你一定要提高你的生产率 为什么有一些品牌可以卖到一万块 两万块 还是有人买 然后有一些品牌 一千块都没有人买 两百块也没有人买 知识产权 branding 还有quality 会让你支付 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 还有这一次的lockdown呢 会造成经济衰退 然后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这一个过去的差不多两个月 我们人民都被关在物质里面 就会造成什么 没有的消费 对啊 Less spending 所以 Less spending 带来的是 Less production Less production 就造成 Less income 因为大家都 less income 它就会造成 没有信心 Less confidence 大家都不乐观的时候 就不敢消费了 又会造成 Less spending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然后如果觉得有破译的话 你可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舍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优优独播发 订阅 转发 订阅